吴昆旭调派带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 其所属原警均应服从命令 恪守须纪律尽忠之首 侯与政府在16号举行警察局长交接典礼 由张善政市长亲自主持警政署副署长陈友丽尖交 原局长许席中退休并由吴昆旭接任 市长也强调新局长首要面对的就是春节治安 跟打击犯罪的重任 齐许一同打造已居桃园 警察的工作包了万象 马上面临的挑战就是过年期间 桃园有很多景点 这边的人潮跟车潮的疏解 这个需要我们警察同仁非常主动积极 非常有弹性的去看状况来疏解 那当然去年大家都知道 我们桃园出现了这个求职诈骗的所谓青浦战 今年年初开年 没几天也有枪极事件 所以我刚才在这个会前 已经特别请我们的吴局长 要在这个方面特别的去加强 新任局长吴昆旭过去曾担任桃园市警察局 分局长以及督察长等职务 对桃园相当首席 接下来他将针对治安交通 把为民服务做好 为乡亲营造美好的生活环境 非常高兴能够回到桃园市来服务 我之前曾经在这边服务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这里的各种民情还有风土都非常非常的好 那当然警察的扁业就是要把治安交通跟为民服务工作做好 在既有良好的基础事上 我都会继续带领我们桃园市政府警察局 所有的同仁继续的往前迈进 为我们乡亲营造美好的生活环境 为了感谢警察同仁为民服务打击犯罪的辛苦 桃园市义勇刑警协会也特别在岁末年初之际 颁赠各警察单位加菜机 也对桃园良好的治安给予肯定 原本我们的破案奖金是在两年前是135万 那后来呢增加到250万 这就表示我们的破案率非常的高 我们的是六都里面破案率最高 我们义勇刑警呢在后面当他们的后盾 未来呢我们会继续支持下去 市长张山正表示 期许新任局长发挥过去的经验与长才 有效推动各项治安交通为民服务工作 以及维护优良警记与市府团队齐心 为市民打造一个治安平稳交通顺畅 安全无余充满希望跟幸福的快乐城市 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 市民打造成一个比赛队ensity 宽木 市民总统拥 나올 地标 谢谢大家